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所创造的夏娃是绝无仅有的一位 她是绝对为着亚当而造的 在旧约里面被认为象征教会的一些女性当中 夏娃是独特的一位 在其他女性身上 她们每一位都描述了教会蒙救赎的某些方面 就像利百佳 我们看见她如何把自己献给新郎 亚希纳从外邦人中被拣选出来 西婆拉经过旷野 亚萨承受美帝的产业 路德全然依赖那救赎她的亲属 亚比甘为她的主征战 然而这些女性仍然没有一个像夏娃那样 包含了那么多的教训 因为她们全部都是在人类堕落之后产生的 但是夏娃却是在罪恶还没有进入世界以前 那一个有福的士气当中被造的 这让我们看见 主 你如何完成了使教会和基督连结的所有信愿 夏娃首先是从亚当出来的 然后再被带回归给亚当 作为她的配偶 从一二成为二 再从二又成为一 这是教会的奥秘 在教会身上 一切从基督而来的 都得再一次被带回到基督里去 我们感谢你 愿圣灵来开启我们 引导我们进入真理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声明 阿们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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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们